電影 曾經有一套很棒的動漫放在我面前 但我沒後悔去珍惜 等到掉掉以後才後悔莫及 為何你不拜大神? 為何你不去Amazon? 為何你不去YouTube呢? 慢著,我們不搞一些非法東西的 為何不能搞非法的東西? 因為我們是 愛! 動! 力! 愛護動漫力量 大家好,歡迎回來《愛動力》,大家好,我是阿石 大家好,我是足手王 大家好,我是Sunny 大家好,我是Kao 大家好,上集我們都有預告過今集我們會說些什麼 上集就說完一套《SYCHO PASS》和TV某一套劇集完全可以類比的東西 今天就說另一套《虛淵源》有份參加的作品就是《魔法少女小園》 我們今天會分開幾部份 首先我們都會講講故事 不過我們今次有少少不同,會把故事講少一點 因為我相信這套作品很多人都會認識 我們會放多一點時間去分享多一點感想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開始講講《魔法少女小園》 《魔法少女小園》這套作品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應該是人都見過那隻白萊塞那隻叫QB的物體 接著有兩隻很可愛的眼睛和一個不懂得說話的嘴 所謂的淫秀 對淫秀 對淫秀 怎麼看都是某HELLO MUTTI的舉良版 這一點稍後要詢問一下大家 就是為什麼它是一隻淫秀 我覺得那個可以做一個畢業公仔 基本上我覺得它是做扯皮條的 這個樓盤又不是介紹的事實在 不過有些事情可能觀眾未必知道 我們都略略提提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一聽到《魔法少女小園》 就想起幾個大佬了 就想起新房超支 或者會想起虛淵源 以及做人設的蒼薯 即是蒼薯梅 其實這個計劃的誕生 就不是那麼直接 這三個人自己無緣無故坐在那裡想出來 真正做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大佬 叫做岩上郭云的人 他是一個動畫創作者來的 他有什麼出名的作品呢 其實Hidamari Sketch 化物語 空之警戒 Kanagi Face Zero等等 其實都是他做的製作者來的 都愈來是故意 都真的挺誇張 特別是空之警戒 他七部曲你這麼大的事 他都可以做到製作者 都不惹小的 其實這個計劃 根本就是這位仁兄 和新房超知 叫做閒談談談談之間 就說不如嘗試我們又做一套 不同的魔法少女系列的東西出來 因為魔法少女這個動畫系列應該是吸引的 是正的 很多人是看的 歷史上也是 很多舊的魔法少女都很出名 因為這樣的原因 他們兩人一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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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一想一想 想一想一想 想了這套什麼出來 對 如果是說到新房超知 又說魔法少女 我想觀眾有些都會認識的 就是魔豹少女內葉 絕對是魔豹來的 因為我們有機會 我們都可能會再在節目中再說這套 總之就是 怎樣開創先何 就是他終於告訴大家 魔法少女是拿槍的 魔法少女的激光炮 是好像交階架 超級系的去攻擊的 等等整套也不是賣八盒的嗎 是婦女局 那句有 基本上就是這樣 新房超知 他不是第一次去改寫 魔法少女的想法 這次小緣他參與 其實大家對他期待 你這次又玩什麼特別的東西 什麼是魔法少女 你玩什麼 通常新房的東西 都是一些比較有隔身性 跟傳統動物有點不同 好一點看魔法老師 他都會搞到奇奇怪怪的 就是魔法少女出來 原來全部都是男人 會不會 原來是一套糊他 全部都是輕貴的 誰知道就不是 嚇死人 然後《虛淵源》 我們上集都說過 總之這位仁兄是做起遊戲的 之後就開始寫劇本 直到現在最新 我們《大王》都很喜歡看的 《拉打》系列都有份參加 通常都是血肉模糊的 他的東西都是 上集都說過一定是有內臟 血量 血量 血量一定是不知多少品脫的 那些東西是完全 又是永恆的 究竟會不會失血死的 最後就是《蒼雪》 其實某些型素商 他在這個陣容裡面 其實算是不出名的 因為他最出名的 嚴格來說 只有一套漫畫 就是《向陽素描》 為什麼會走得來 就是因為《岩上》這位製作者 是負責向陽的動畫版 你負責得 你自然就會認識《新房超之》 又會認識《UMA》 而《岩上》有趣的 在於見到《童人子》上面 《UMA》畫過一些比較哀傷表情的畫 他覺得有感覺 然後就這樣扯了人下答 就是你了 就是這樣就搞了一個魔法小圓臉出來 他看中了《蒼雪小姐》 其實會不會他今天看中了 極有可能 《蒼雪小姐》 基本上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他們之前想過很多無聊的事情 大家有興趣可以用《遺跌》的方法去看看 他們之前想過什麼無聊的事情 也是Google before you ask 其實原來有很多傳說 有機會在這個魔法校園也不奇怪 有機會就像Face Zero 一大堆血統戰也不奇怪 這些我們不多說了 說回完成品會好一點 另外就剩下一個大人物 我們最後才說的 說到音樂部分我們再提他 所以說完這班製作陣容 簡單一點下去說故事 故事 剛才說了就是有隻淫獸 有隻淫獸欺獲少女 他不是以淫獄他們的精神為主 他怎知道淫獄他的精神 肉體也淫獄了 哦 腐妖虛假肉體 沒錯 簡單一點來說 最有趣的就是 大家經常以為魔法少女裡 總有一些可愛的精靈出來 因為不知道什麼目的 又會幫你完成夢想 達成你的願望 然後你就很可愛 用魔法去擊退魔獸的故事 其實開頭QB出來 我想是美少女戰士 那隻黑貓的認識 阿露娜 對 就是那些東西 其實我看完之後 現在想到露娜 就是這樣 頭兩集半 我都以為那隻 根本應該都是 魯緊 都是美少女戰士的魯緊 然後想著 小燕 其實是不是又是 那些泥牌在開頭邪獲 就是像Vinus 突然間才出來的 其實就不是的 那我們講講故事是做什麼 或者我們順便會介紹這些角色 首先講講 這套作品應該主要可以分兩條線 一條線就是 非常之旺道的QB線 QB線裡面 我們會覺得 包括有四個人物 首先第一就是QB 男主角 男主角 究竟他是男人來的 有沒有聖遍他 他這麼大的東西 在下面發露 還不是男人 這隻懷疑是男人的東西 其實簡單一點 他就是一切陰謀的主謀 其實他是一隻外星人 搞任何事情 都是為了得到能量 得到能量 就可以拯救宇宙 是這麼簡單的 人命很賤 有關於他的能量的學說 稍後再為大家深入討論 因為都比較深 很學術性 簡直好像上麥理堂 不要啦 我很低分的 歡迎令我來到這個愛麥 基本上就是一隻淫獸 為了他自己的目的 就是欺騙一群女生 我幫你實現這個願望 不過麻煩你實現完願望 你就做魔法少女了 你以為三五成群 你以為人家是媽媽 不用付出代價 基本上 這隻淫獸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不停地騙人 你成為魔法少女也好 他會用不同的場景去騙你 例如說你的朋友快來死了 還不幫他 例如說你心目中 真的沒有願望想實現 幫人實現都可以 諸如此類 總之就好像財務公司 你有沒有需要 我可以幫你 真的不用借錢的 你想清楚 真的有需要 不是啊 有沒有卡數還沒找 沒有上用卡 那需要不需要借貸 需要不需要財務周轉 跟借貸有什麼分別 有分別 你想清楚你現在銀包 是不是不夠錢用 諸如此類 這些我們再講的騙案 總之這條線 總之有一個叫QB的物體 用很多方法去騙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 是一個魔鬼的代言 其實他騙了那麼多人 他的目標都是欺騙我們的女主角 小圓 小圓 綠木圓 我知道他有無限的潛倫 這隻 小圓妹妹其實就是 整套作品 我自己當時看最初 是極之不喜歡的女主角 我看完都很不喜歡 這個女主角很難搞的 不如說說她是什麼 總之 她嚴格一點 以香港的比例 應該都算是新於中產的 例如說她 有錢的 媽媽也是可以做的 爸爸可以做家庭主婦 他爸爸擺明吃軟飯 他爸爸可以吃軟飯 然後有一個很呆BB 我們主持新的女主角 就覺得那個B很奇怪 小圓是唯一 這套戲裡面有多有趣的設定 唯一一個有家庭的人 即是其他就算有都死了 一會兒我們說生日假的 好像不知為何沒有家人理 他唯獨是有家人 有父母有弟弟 還有整個家庭出場 但是他弟弟 我看完第一集 我看了大概五分鐘 他弟弟好早就出場 在那裡吃早餐 跌了一顆 他媽媽摺不住 我立即發訊息問他 他弟弟是不是會死的 我不知為何 我一看到他弟弟覺得 這傢伙一念死相 他是死了 為何你覺得他一念死相 我是覺得 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是近期才看的 為了開米才看的 我已經知道那套東西 是走這個偏鋒 所以我就覺得 他是不是被人拿來虐殺 然後小鳥說有救 就想變魔法少女 那些 是不是以為在看港鏈 對 我覺得他會被人虐殺 那些人原來就沒事 其實他純粹是多餘餘的 純粹是多餘餘 但他的樣子只是一念死相 不知為何 他爸爸也是多餘餘 他爸爸的目的就是出來 根本就是那三個人 是用來建構一個幸福家庭的感覺 我不認同 他老母很重要 不過這個稍後再說 他老母當然是重要 其他地方重要 不是不是 認真的 好 總之小緣就是這個女主角 粉紅色頭髮 會擔心一條紅色的絲帶 是不是太搶眼的傻可 我們新年主持發現這個 我都呆了 是呀 粉紅色頭髮 我明明知道 有一套偏鋒的作品 我去看 一開始看了兩三分鐘 他在挑選 戴什麼色的絲帶 他老母給她一條紅色的 他問他媽媽 會不會太搶眼 拍過腸眼 我看著師傅你整頭粉紅色 你不染髮師 你試試看 交給你整頭粉紅色 你覺得是否仰仰 所以我們先不要說那麼多小緣 小緣就是一個女主角 那些不幸的同學呢 那些不幸的同學呢 那些不幸的同學就是一個插班生 叫曉美艷 我們整場都叫她小緣 小緣 基本上我個人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女主角 小緣就是成為了魔法少女的其中一個人 還有其他呢 還有其他另一條線就是一個學者 巴馬美 巴馬美 在同仁界很受歡迎 為什麼 變成女王 她和小緣是負責不同的角色 小緣是玩腳 她又玩 簡單一點 我玩球我玩腳 她是條條蝶嗎 不是 讚 那是語瑤 兩件事來的 OK 基本上馬美姐大家都是留意上本身的 放上台 對 還有爆頭 基本上主線真的是靠他們 學者就算是一個前輩帶著小緣小燕那些人 她成為魔法少女 即是那些像神祖下海那些 那些母女那樣 帶著一些新信那些 來帶你認識一個新的世界 那些 基本上這條線如果要講都講得很詳細 我們用最簡單的方法 簡單來說就是小燕是非常深愛這個小緣 愛到什麼地步呢 當小燕發覺小緣其實是被QB騙了去做魔法少女 最後甚至是要死的時候 小燕就說 好我就成為魔法少女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救你 對 這麼簡單直接的 這條線其實 即是大家很深沉的愛 完全接受不到 基本上他們兩小家子兩口子 就不停地深沉的愛 死完一次又復活 死完一次又復活 搞任何東西小燕都是為了救她 如果不是很明白的話 我建議大家回去看看這個月光寶俠 主要大概就是 波夜波羅咪 對 那條混蛋又遲了 波夜波羅咪 對 完全就是波羅波羅咪 基本上大家真的可以這樣想 完全小燕搞那麼多事都是為了救自己最愛的那個 對 即是每一次他發覺小燕又被我騙了 他又波夜波羅咪 然後發覺小燕又去到幾盡呢 又跟小燕說 不是 不要相信他說 不是 他又會養我一輩子 然後就跟QB走 然後QB就跟他說 你不做 我哪有錢養你 然後小燕又波夜波羅咪 又跟小燕說多次 基本上這條主線就是這麼簡單 而這段這麼深沉的愛 就是去到我們 稍後可能會講劇場版的時候 再講講這段這麼深沉的愛結局是怎樣 一講劇場的愛結局是怎樣 你每次講劇場 壓火 這條線的完結也很簡單 就是小燕妹妹發覺人生只要做一件事 就要解決問題了 他許了一個更加厲害的願 就是我要在所有魔女誕生之前KO了他 我還要親手地KO了他 我們沒有講過什麼是魔女 對 沒有講魔女 魔女簡單來說兩個字 敵人 敵人 敵人是不是朋友 敵人的敵人不知道是不是朋友 這個敵人誕生篇 在另一條線那裡 就可以講得詳細一點 那先講另一條線吧 那也是 另一條線就是一個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什麼突然百合起來 又有一些不太百合的沙亞加線 那沙亞加這個角色 其實他叫小桑還是沙亞加呢 其實只要譯音沙亞加 那些人 因為我也是叫他沙亞加 其實很多時候日文的譯名都有不同的名字 因為他的名字是寫拼音的 所以就 就是藍色頭髮那一隻 而跟他拍一齊很白合的那個 就很黃道的紅色那個 對呀 小艷是黑色 而學者是黃色的 全部顏色都很清晰的 很詩艷 很戰隊 戰隊顏色 基本上 那沙亞加條線 簡單一點就是沙亞加這個女生 就喜歡一個男生 喜歡到死 誰知道這個男生就閉了一隻手 做不到他很想成為的小台琴家 那麼他幾經掙扎之後 就拿自己的命來 令這個男生的手好回來 又不是拿一條命 他不知道的 他純粹是成為魔法少女 而那個 就是賣身舊子 是的 但是那個人是他的兒子 最初想要賣身 誰知道賣身 QB就跟他說 他說你做魔法少女 我幫你實現的願望 就是那個男生的手會好回來 不代表他會食慾慾慾慾 那他以為可以的 誰知道這兒子就 不是啊 最後紅頭女 都叫他把男生的男手手腳腳 就愛你 用這招就最好 這句真的很經典 正所謂 我又無有益 當然不拿你你 當然 接著生日加 都是沒有一個幸福的戀情結局 就是絕望的盡頭 為什麼我們說 敵人要說到這位才說呢 因為生日加基本上就是自暴自棄 越來越 因為想得到東西也得不到 他幫那兒子衣服手 但是那兒子就出了他的朋友 是不是叫做Anti-R劇情 他又不算Anti-R劇情 少少Anti-R劇情 女生出手而已 不過這一段 搞完我故事先 這段再說 我有少少感想 我們又撐得出太平洋 我有少少關於這段劇情想說 太多話要說 總之沙亞加就自暴自棄 另一個自暴自棄 原因是什麼呢 就終於揭開了QB 坤仁的內幕 你以為你成為魔法少女 不好意思 不是這麼簡單的 簡單來說 就是先把你的身體摧毀它 沒了你的身體 就再把你的靈魂濃縮 變成一塊水晶狀物體 Soul Jam 對 Soul Jam 這樣就行了 沒有回頭你一輩子 你都沒有了 身體還是身體 沒有免費午餐 對 基本上就是這麼簡單 那顆所謂的Soul Jam 其實就等於魔法少女的變身器 你打算是 誰知道原來是自己的命 那整件事都是 但是一次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意外 總之他就掉了一顆Soul Jam 又是小元 小元就被人丟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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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被人丟掉了 然後就被人丟掉了 你這個Bang 然後小元丟掉了 沙亞加的Soul Jam 變得吹氣公仔 然後沙亞加就無端的死了 誰知道原來QB就跟你說 是啊 其實你的身體已經是假的了 其實只是WiFi斷了 那一刻 WiFi斷了 你其實已經不是一個人 你是一個靈魂加健驅學員 很簡單 你的手機上不動有什麼用 當然是智能手機來說 其實真的沒什麼用 對 然後為什麼說八合呢 另外他朋友 我們也會介紹 就是楚昌恆子 其實他的氣氛 除了出來八合之外 其實不太知道他想怎樣 吃蘋果 吃蘋果 還有說他自己有悲慘 他是零食代言人 他是零食代言人 不止蘋果 他什麼都吃 這個這麼大食的妹妹 就不知道為什麼 很黃道地踏上了 沙亞加就成為了 一條可歌可入的白盒線 他們其實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是死敵來的 就是黃道 先是死敵後有愛 之後就慢慢 因為其實 阿恆子他家本身是教會 由於他父親說的教 是沒有人相信的 我想他父親說 其實女兒和女兒都是可以的 哈哈 大家歡迎搞八合 所以就沒有人相信 你違反聖經 那恆子就覺得不好 所以他就跟QB說 你令到我父親的教有人相信 我就做魔法少女 然後他父親的教真的很多人相信 誰知道他父親就發覺 原來我教人不是喜歡八合的 是靠魔法的 是靠魔法的 然後恆子搞和了他談話 所以他父親就 總之全家慘了 所以恆子就覺得 不應該為任何人 而用自己的願望 所以他就很真沙亞加 為了他救回兒子的手 令他可以打飛機 即使他手可以打飛機 我不同意這位先生的說法 我也不同意 我覺得應該不用打飛機 我不知道 總之所以他們兩個一開始是敵對的 但是慢慢 恆子應該在沙亞加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 就是為了別人犧牲 最後都是出事 然後就產生了一種 我覺得是那種共同感 這些叫做什麼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又不同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又不同 所以他們兩個就開始搞八合 總之是新同金手 就非常之互相依賴 安慰對方 但是其實除了Show Jam 來看這件事 是發生在沙亞加身上 他都發生了另一件悲慘的事 是的 其實那些敵人是怎麼來的 我們以前看任何魔法少女系的作品 美少女戰士也好 什麼都好 總是不知道哪裡來的 異世界的怪物就打散勁 打完一輪就死了 在這裡就原來不是 是非常環保的 簡單來說 你首先成為一個魔法少女 你就在這裡爭取一些叫做Griff Seed的東西 沒有什麼用的 總之就是把你的梳子洗乾淨一點 那就有一個問題 要洗乾淨就是會髒 髒到極點有什麼呢 髒到極點就變成魔女了 多簡單的循環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正常的物理現象 就是再鋒你的刀都有生瘦一天 所以少女的東西就會慢慢變成黑色 如果你找到Griff Seed就可以吸到它變成乾淨 如果它太黑的話 它就變成中女 你變成中女 不是魔法少女 就是魔女 魔法中女 開始沒有市場 沒有生意 沒有生意 就被人廢掉 這套有很多次浮世的東西 當你變成中女的時候 那些少女就出來跟你爭生意 就罵你了 收屁了阿婆 你接著就發爛渣 你就會當我變成魔女 變成劇情 阿婆先走了 完全是一個非常簡單直接的方法 就讓大家了解了這個故事 是啊 西亞加他就因為見到自己的兒子 被自己的朋友推出了 不知道自己的兒子推出了自己的朋友 還是他自己搖底有人推出 所以他就墮落成為了這個魔女 總之他認為付出了應該是有成果的 誰知道付出了沒有成果的時候 他對自己觀念上有些崩潰 基本上崩潰完就完結了 那就重新再來 他就變了魔女 最後恨子就和他一起死 所以的 很白合地 然後其實因為阿薩亞加死了 然後小燕 小燕其實只有一個朋友 所以由於他唯一的朋友死了之後 他就發覺他要保護他一個新生式的朋友 小燕 所以他就成為了這個魔法少女 之後就用無比大的威力 就把所有時空包括過去也好未來也好會成為魔法少女的 搞定了 那怎樣搞定其實那個位置就比較難 而且要慢慢仔細說 很dead look 完全 我已經成為新世界的新 但其實他說的那些古代的魔法少女有多有趣 有埃及瑤喉 有少女正德 出了一些歷史人物 好像都套了醉 其實那些男丁隔耳也不知道是不是 其實是壞的 是不是沒有側天的那些也是的 算不算 神情神像超智慧 那些人就叫做躺著也中槍 最迷來是未來世界有個穿著熊仔衣的小妹 又說魔法少女 熊仔衣 有 他拯救其中一個小妹穿著熊仔帽 很可愛 我不知道 忘記做了 熊仔的女化版 但其實他許完那個院之後 小燕不是射到一天都是這樣嗎 小燕一天都是這樣 然後就不斷幫魔法少女吸乾淨他的鬚章 其實與其說搞定那些女生 其實我覺得不是 因為我都有研究他整個對白 整個願望是怎樣 其實只是令到人成為魔女之前 帶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離開了這個必然成為魔女的路 那怎樣呢 就是入了他的大百合大家庭 我經常都說 基本上小燕其實他的夢想 最後搞完一輪你想想 救了那些女生做什麼還沒在他身邊 就是百合的大合公 就是後公好線 不是我想說的就是 他在吸引那些女生的鬚章的時候 其實我在看 他搞之前那些什麼姓女貞德 那些都還OK的 接著去到有一幕 他在亞馬遜還是那裡的森林 有個女生暈了一棵樹下 然後他在弄乾淨的鬚章 我看著為什麼一個女生 無端端在一個森林 四野無人那裡變成魔法少女 而暈倒了 你打完什麼呢 我看著 沒有東西打過 那裡 可能會不會殺獅子大象 就是魔女就是大象 沒錯 基本上那裡不太知道什麼事 基本上那裡 總之就是為了實以願望 最後絕望的人的救贖 希望成為一個 總之小燕就令到所有的魔法少女 基本上都不變為魔女 那待會我們說一部份 定廚一點的時候 大家就明白多一點 世界會否變得更美好 因為小燕 那我們又殺了下一節了吧 故事就應該都明白了 那不明白的話就看月光寶俠吧 對呀 我下一節再深入繼續說下去